各位听众、观众、同学好 我是雷文老师 你现在收看收听的是雷文老师APP 今日课程介绍 今天的课程呢 介绍六个付费的课程 然后从说文解字开始 说文解字就是讲解 New York Times的文章 所以我们在荧幕上呢 会看到 Taking a stand for office ergonomics 好,我们在英文呢 我们会发现到经济学院杂志 是我们生活上最常看到的英文杂志 我们现在点进来了 Taking a stand for office ergonomics 我们看到 New York Times 所以你只要把这样的标题打进那个Google 你可以找到这样的文章可以观赏 所以有人会跟着雷文老师的角度来跟着学习 Ergonomics什么意思啊 在英文的话指的是人体工学 办公室现在开始要懂 人体工学的方面发展 我们看一下是那个 Google的翻译会比较贴切一点点 OK,各位们看到了 人体工程学叫Ergonomics 是让你慢慢在学问发现的ICS本身就是一个学的概念 所以经济学叫Economics Economics 好,所以代表说那说文解释呢 着重在文章的讲解 你会发现到雷文老师讲解5到10分钟的内容 通常我不会把整篇文章讲完 因为讲了整篇文章 有时候不见得会达到这样的效果 有些文章你只要看到了三层四层 大概就抓到概念 除了少数文章以外 那一混淆单字呢 着动在中文字一字一样的 Hide, Conceal, Disguise, Camouflage 这些的单字呢 比如说林文老教你们怎么被conceal这个字 conceal你要先知道 Seal叫海报印章密封 密封包装的意思 你不觉得这个conceal跟密封有关系吗 我们再查一个字典来看到更多的内容 好,等字典打开我们再说 conceal这个字就是当封起来的意思 我们先来查字典 字典上什么叫conceal 我们在荧幕上打出来了 他说我们看了一句 The listening devices was concealed in a pen 这个这个听录音装置呢 就装在长在笔里面 所以conceal是装长的意思 conceal 所以我们背单字要着重很多的背法 所以如果你觉得林文老这样讲解 你觉得对你们以后学习的效果很好 欢迎付费啊 我的课程都每个都100块钱的 好,The Burst of Nafti Nafti 你们听过埃及最有名的一个雕 最有一个这个宝物吧 那Nafti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我们在Google一看 马上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内容了 呃,再开一个网页 我们来看一下Google的内容 好 Google 我们进来看 Nafti 这是一个埃及的一个 算是一个皇后吧 对,你看了一个叫Bust 我们再打一个叫Photo PHOTO 你会很快看到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照片你在有些的埃及文明上没有看到 有些单字我把它删掉会比较好一点 好,各位可以看到在荧幕上有没有看到 这叫Nafti A Dread and Terrible Queen The Burst of Nafti 一个令人畏惧的一个 一个雕像 好,我们再往下面看 那单字王着重是属于Tai杂志 非当期文章的介绍 今天讲解的单字 第一个叫Adorn Adorn在英文叫装饰 你知道装饰本身有三个字叫装饰吗 除了Adorn 它的名字Adorman 还有国中的备国单字Decorate Decoration 第三个欧开头的单字 所以我们被单字着重 一个字会的讲解会背得比较清楚一点点 而且所有的装饰 这一次用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同样的 另外我们看另外一个单字叫Archeologist 这叫考古学家 Archeologist 所以发觉听令文老师讲解会背得比较熟悉呢 我们再看一下考古学家的解释 Archeologist 好,在荧幕上应该会出现考古学家 对不起,我把他按错了 所以我们现在出现的字是不对的 好,我们再来 应该就出现了Archeologist Someone who studied the building graves tools and other objects or people who live in the past 考古学家定义嘛 经济学人杂志呢 是令文老师这个月开始挑战的内容 有些现在录制的时间是一点半 我都担心我的眼睛下垂得好严重呢 Economist 今天探讨的是Brazil economy 爱巴西的经济 巴西的经济发生什么事情呢 不告诉各位朋友们 你们在Google可以打到找到内容 我们看荧幕上可以看到 Brazilian economy 经济学人杂志 对不对 Economist 那你们看到 他说 这边有一句话 Brazil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be pleasant and the need for big scratcher reform 哦,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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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文章呢 再看重要的内容呢 是我们的金瞻四果 是不是真的不在 太磁带达字的导读呢 我们今天看的是 这个礼拜的DNA Dilemma A test that could change your life 哇,Dilemma 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我们来看阴阴字典 好,各位会大概得到的一个解释 Dilemma A situation in which a difficult choice have to be made between two different things you could do 好,Dilemma 最常用的记忆是叫 In a Dilemma 如果你看还看不懂的话 就看林文老师的讲解就知道了 我的课程每个都是100块钱的 一个礼拜呢 讲解5到6篇 一个月下来20到25篇 一个课程都100块钱 不要犹豫哦 请你立刻行动 好 最后林文老师 要介绍的是电影 有时候电影会讲解3到4回合 让各位产生学习的效果 Nanny returns Charm在英文呢 就是魅力 对不对 不过这里并不是 Charm可以当咒语的意思 很酷的一个单子 Charm可以当咒语 在哈利波特小说里面 你看到最常用的咒语叫 Enchantment 那身上还有一个更有名的电影 叫曼哈顿起源 那个字用是哪一个单字呢 好 今天的课程 6个课程讲解到此 那如果你对林文老师 这样课程的讲解感兴趣的话 欢迎各位朋友 写信给林文老师 LINWAYET 小老鼠 Gmail.com 那林文老师会跟你分享 呃 呃 告诉你呢 画付费的方式 100块钱呢 是一个课程 林文老师6个月一起 所以至少付费请你付600块钱 啊 就购买了一个课程 那也欢迎你购买更多的课程 另外 朋友们有时候会好奇说 他收听的话怎么看呢 林文老师都在YouTube课程录制 所以YouTube只要你有任何的平板电脑 PC 好 视频手机能够看YouTube 通通可以看林文老师的课程 请请把学习当作生活的一部分 好吗 立刻行动 随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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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生活的生活琐事影响到每天的动力 不要小看巨杀成达的道理 好 空中再次相会 拜拜